好 這個疑似是食安問題 這一次民眾吃出問題的 韓社愛美探索廚房 好 這自助餐 其實一餐要價不便宜 光是假日晚餐就要一八九 零加一成逼近兩千 就算是餐券平台上的餐券 價格也是壓不太下來 但是那麼貴 居然這一次食安出現疑慮 讓民眾無法接受 肥美鮭魚大火炙燒 又或是搖烤披薩 熱騰騰出爐 拉出濃濃起司 令人胃口大開 韓社愛美探索廚房 美食白白種 但現在卻有民眾吃出問題 因為既然有發生食安問題 不會只有這一家發生 其他家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因為愛美韓社 畢竟那麼大連鎖集團 都有這種問題 這個小企業也是要注意 的確 民眾聽到真的新疼疼 尤其韓社愛美價格 可是不便宜 光是假日晚餐 就要一千八百九十元 加一成 而先前2021年 又漲兩百塊 對比2010年剛開幕的價格 一千三百九十元 現在逼近兩千塊 真的是不小開銷 不少人因此 轉向餐券平台 撿便宜 點開餐券販賣平台 探索廚房 假日晚餐 要價一千九百一十九元 雖說沒有服務費 但這價格也壓不下來 尤其最近愛美 也推優惠 兩位大人帶一個小孩 小孩只要半假 餐券帶頭拉買器 民眾真的買單嗎 那食安問題應該是考慮不會買吧 各位 應該是個案 對 個案不太會去影響 對對對 買不買單 見仁見智 這回食安出了包 即便有消費者力挺到底 但品牌形象還是大受衝擊 記者夏軍城 張宰宰台北採訪報導